最初就是由一批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 在老师带领下创建了南州理工大学环境保护协会 我们已经城市着环保供应活动 从零几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保护母亲调和这个活动 设计出来之后就做一些基本数据 它就转化成可以跟民众去反应的更普通一些话 然后从世界出去我们也会提交给七里河区和长区办公室 然后他们能够进行更有效的一个准备 基本上从早走到晚最多的一天走了40公里 但是在这过程中的话我们还是收获了很多 英语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村庄 他们当地居民使用的领用水都是来自水浇 但是它那个水浇的水特别温浊不堪 他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喝了这个水有了长期的疾病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情况能让更多人知道 知道这个地方水环境需要得到改善 当地这些人的生命健康需要大家去关注 一直在文法爱里面 接下来